我就開直播囉 現在準備要獎費要登記 他們最主席的名字 每年級在這邊 11月23這天走進新竹縣選委會 正式登記參選3D原住民立法委員 開著直播全程與觀眾分享 那張張的那張 這張可以嗎 這張可以 這張可以 謝謝小威 你看是不是 一手忙著直播 一手忙著與選務人員確認資料 因為在進來之前出現了意外插曲 忘記攜帶戶籍團本 有順利嗎 一來一往 歷經了一個多小時的奔波 林氏維確認完所有資料 繳交20萬元的保證金 終於完成登記 委先生申請登記為 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 3D原住民選舉區候選人 完成登記 但在登記之前 他曾獲得其他政黨徵詢 但最後是決定以 無當機投入選贈 他的登記過程 備受矚目 除了不時與直播的觀眾 進行互動 甚至還不忘了秀一段 他口中的行為藝術 好 最後一段 好 OK 好 這樣 我覺得最吸引方法就是 做行為藝術 就是露紅內褲 一方面是泰雅珠 紅色是最主要的顏色 第二個 紅內褲表示熱情 奔放有力量 我居然變成抖音的天王級人物 沒有人不知道 連三歲的孩子在說 這不是誇張說 媽媽你們沒有透過臨書 我們不要去讀書 然後他們也透過抖音 看到那種 那種媒體傳閱的速度非常快 這個是行為藝術 不要把它當成就是 你們所想的這樣這麼骯髒 既他是很幽默搞笑 正經還是會正經好不好 紅內褲行為藝術 讓直播的人數 瞬間突破兩百人 因為行為過於獨特 有人叫好也有人叫罵 這些的輿論 林市委全都看在眼裡 卻也不會站公開與群眾開槓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猶如總統大選 選區擴起全台 以往傳統的陸戰 候選人被全國原住民鄉鎮跑透透 對於沒有雄厚之源的候選人來說 網路空戰就成了突破口 所以林市委不論走到哪 都要開著直播 儘管他的一路走來爭議不少 胎人堅持做自己的形象 在網路上獲得年輕族群的關注 人氣的流量直線上升 但能不能換成實質的選票 比起襲襟的話題、政策仍是關鍵 我做二十多年的社會運動 我的感覺是台灣的發展 是踐踏原住民的生存權 所以我這次才會再一次的 角逐三地原住民立委 我看到太多的問題 土地的流失、老人的照顧還有教育 政經底地出發上參選政見 包括了解決元寶地非法買賣 蘭嶼合肺料簽書 成立台灣原住民族大學 原住民自治政府等 其實這次三元立委選情激烈 他仍決心惡度挑戰立法委員選舉 言談中甚至幾度落淚 主因歸於兩年前母親李世勤的丁寧 要他繼續保護台灣的山林 不分族群幫助需要的人 也讓他在去年決心重回水田部落 再出發團結族人的力量 守護部落、守護山林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要入園合的話 要只要三、四萬立委 多萬立委 原則新聞 八月馬雅、八度有命 新竹主備採訪報道